2月23號,星期二的這個鱷魚談 不知道大家對我們的財政師,Tom Fontbo,明天要交功課 他這份二營二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任何的期望,或者有任何的希望呢? 當然啦,對這些垃圾,哀莫大於心死 對他有期望,就是找自己笨拆,是吧? 應該就是阿屌你老母,看看他明天又要交些什麼的垃圾出來 我們大家又可以恃兆笑一下他 當然啦,這傢伙還未能交到功課,但一早就已經放了聲氣 又說香港阿屌你老母,今年這個2020年 搞了一年的中國武漢肺炎,搞了不停派錢 又要救援這個,又要救援那個,又要幫一下郭泰 又要派錢給我們,又這樣那樣那樣 搞了一個庫房就非常缺水,是吧? 就撒你老母,歷來以來,未能見過這麼大的赤字 可能呢,就在今年裡面見得到啦 當然啦,就賣了,撒你老母,出了口術,是吧? 賣了定關子,講到明呢,這些傢伙呢 指望再靠這個特區政府呢,課水給你們,救援你們 不用想啦,撒你老母,都是好像我之前那樣說的 喝碗熱湯,撒你那樣的焗完桑拿 跟著就撒兩張,撒你那樣的棉胎 然後就焗一些夢出來,撒一身汗 發一個春秋大夢就很難過了 當然啦,明天這份的財政預算案 那本書覆蓋就找一個淺綠色來做這個封面顏色 當然他不敢,撒你老母,學林鄭月娥那樣的淺藍色的撒你老母的書覆蓋 他老母是,他老頂用過了,他又再來這樣做 是不是就是撒你老母搶這個林鄭的光芒啊? 那當然不敢啦 那撒你老母交一份綠色的報告,是什麼意思啊? 這一份的撒你老母財政預算案,這一份的預算報告 是不是就是說,無論藍家皇等如綠 撒你老母,你們不同的政見顏色 看了他這一份的財政預算案,都會心滿意足 拍攝了手掌,讚他厲害,還有乖乖這樣 那原來他說這個財政預算案,希望代表可以令到香港的經濟繼續有新機 就好像,撒你老母,有四季的規律這樣,有跌有墜 經濟的周期都會有此起彼伏,有衰退,有不能碰,也有漲水期 最重要的就是延點希望,四季就是撒你老母可以大地回春 撒你老母,香港的經濟得意就是可以殺下這個種子 然後就是撒你老母,幽苗出狀成長,欣欣向榮,繼續蓬勃這樣 香港已經是一個國際金融城市了 撒你老母,什麼東西叫紐倫港啊? 香港已經佔了一個重要的席位在這個世界上面 很多東西都成長,是我們叫做Developed District的嘛 陷阱我不敢用國家這個字,唯有用地區來代替就算了 以發展的地區來嘛,更難撒你老母,怎樣可以撒撞成長 撒你老母,江國啊?撒你老母,重新再扶植他,希望可以噴噴聲這樣上去嗎? 說完這些傻事,撒你老母,可能說佛街玩哲學,實實在在交奮財政預算案出來吧 不要在這裡玩這些花言巧語,你當我是撒你老母,混蛋 撒你老母,王國啊,撒你老母,撒你老母,剛剛下社做的女兒 兩者就被你騙了,崑上床,不讓給錢還中出嗎? 你都撒夠了我這樣 大家當然對劏仿波,過往一直以來,這條石頭都不會有太大的期望 就算撒你老母,在他任內做財政司,派錢也派得欲苟孫的人 2018年派那4000元,撒你老母,手續繁衝,繁複,吊聲四起 撒你老母,等著,拿這4000元幫助解決這一個的紓困 就真是塞頭絞眼淚了,餓死了,撒你老母,這條石腐化了 都還未來到那些錢,撒你幫助他,撒你老母,買包,炭女自殺 撒你老母,這一個的一萬元,現在說不能再派了 去年派了完,很多市民都開開心心 起碼有些錢要接濟一下,解決的言微之急 那如果你是劏仿波,財政司司長 你面對現在香港這個困境,你又會做些什麼事情 怎樣去幫助到這些香港的市民呢? 好了,現在我們香港的經濟情況,真是正宗 我經常擺在口裡面的口頭禪,欺負臭肉 以及含得含橡皮糖,是吧? 撒你老母,一潭死水,擠也沒有水,飆出來 就等著如撒你大波華國,欺負,了無身氣 又或者好像董建華的賓州一樣,搓也搓不夠氣 現在高達到7%的失業率 25萬3人以上的人沒有公開 香港的這個已經經歷了六個季度的經濟的負增長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每個人都人心惶惶 大家可以看到,吼你老母,這條尼敦道 吼家產,吼那聲,這些急鋪,又多了 吼你老母,背脊的暗倉 吼家產,一個軒尼絲道,招租的這個商譜 是不是?就真的多了 吼你老母,你這些求職的這些,吼你老母,這些的employment 這些廣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每個人都不認知 今天不認知,明天過不認得 很多人,吼你老母,現在都開始感受到這個經濟壓力 或者前景暗淡的這個情況 再加上,吼你老母,你們特區政府倒行逆施 又搞這樣,又搞那樣 每個人都在想著,不如BNO移民 又或者去台灣,又或者去加拿大 離開這個地方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然是白銀急急流走 吼你老母,帶錢走,賣東西,之類 那些資金啊,各方面的東西 湧著這樣去離開的香港 面對這樣的情況 作為香港特區的財政司司長 你都大把問題,吼你老母,你這條tackle 明天我一個見不到,你又回答我以上的問題 你這條tackle,都是吼你老母,拿樓灘和交行貨 那好啦,真的可以說得到,香港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可能會說,唉,我們都是吼你老母 一時三刻,吼你老母,有些瘟疫啊 那樣的事而已,但是說真的,瘟疫不吼我們命啊 吼你老母,人禍只是致命傷啊 吼你老母,吼你老母,林鄭月娥,倒行逆施 一連串的吼你老母,打擊吼你老母,香港社會經濟的措施 以抗疫為名,玩殘香港人為實 又限聚,又吼你老母,搞得很多的各行各業蕭條 酒吧到現在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吼你老母 吼你老母,吼你老母,才可以復業 夜總會吼你老母,想著跟兒子,跟朋友 去樂樂級,去玩一下,開心一下,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吼你老母,剛剛自在初七的吼你老母 夜市,食肆裏面的堂食,才可以恢復回 又要玩這個混蛋,安心吐恨 混蛋,每個人都寧願不想吃,也不想去吼你老母,下載這個 搞這麼多事情,各行各業受到這個衝擊和打擊 都是吼你老母,一沉八彩,吼你老母,欺負那個臘肉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有什麼什麼的方法 你的新的財政預算案,令到人家對這個經濟復甦 有所期望呢,我個人認為呢,這個就是最重要 對劏房波的考驗 那麼好了,現在啊,你要探索這個問題 當然就有幾樣東西,大拼了,可以去探索我剛才所說的 第一,是吧,好想多人已經窮到沒有人犯開 你怎樣去扶貧,你怎樣去救助 現在市民的危難,急市民所急 解決他目前的困憂呢 那麼這個當然,你老母,最想快的方法 當然是派錢,但是劏房波已經說得到明了 看餐、食飯,龐大的財職 令到他派錢,你想也不用想 那麼好了,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事情 各行各業的援助 是吧,不僅僅是屌你老美 那些的大財團,大大這些的連鎖店 這樣那樣那樣,好想多的屌你老美的中小企 那些corner的,street corner的趴趴媽媽 shop 屌你老美面對又要屌你老美 又要交租,又要出糧,自己老闆又要屌你老美又要吃 全部都要找這個供應商的,這些屌你老美的訂單啊 或者是這些屌你老美的債啊,或者whatever的東西 那你不就要支援一下他們 怎樣令到他們決定要繼續持續 要再做個做生意 令到他們繼續可以交租 繼續可以交租 繼續可以交租給供應商 繼續可以出糧給那些伙計 令到香港的經濟的活力 那麥博繼續在這裏跳動呢 這個當然也是最大的情況 個人認為,其實香港到目前為止 好想多的香港人 屌你老美仍然是有錢過屌你什麼的 只是你看一下這個星期日 灣仔裡面那些黑警交通差 屌你老美在一個灣仔舊警署對開 好想住屌你老美四十幾架的超級賽車 說咬他們的噪音,吵咬妖民 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有錢的人仍然是大咬靶 正宗左手伸一伸,比我全身的人比比皆是 看看今年的農曆新年 全家屌,每個人都去吃盆菜 有些人都去吃盆菜 屌你老美,還推出幾千元,五千元 這種盆菜屌你老美不得好 不得好吃 仍然有些人去光顧 屌你老美不怕他找夠笨 不知道有沒有排他關照開門 那樣的情況 你就知道香港人的消費能力仍然是厲害 仍然是堅抽 但是關鍵就是 你怎樣可以令到這堆香港的有錢人 繼續持久去消費 還要繼續下去肯付錢 去刺激本地的流港消費 帶動本港的經濟能力 不肯局局局,不肯就住就住 仍然這件事堅持在香港裡面再花錢 帶動其他各行各業都要找飯 這一個才是最重要的 屌你老母的 task force 你給不想到 別人想到屌你老美 屌你中國武漢肺炎的疫情 這條黑媽媽的屌你老母的隧道 見到隧道的盡頭有曙光 只能到經濟復蘇有望 復蘇有期 香港人又怎樣夠膽去花錢呢 香港人又怎樣繼續留港去消費呢 繼續去留港去投資呢 繼續去屌你老母的 斜助這個有危又有機的機會 去做多些生意 跟著令到香港的經濟繼續反彈 還有屌你老美再騰飛呢 這些就是你一個做財政師要想的東西 並不想到一些細微細眼的東西 屌你老美 就是怎樣保住庫房 不想花錢 什麼東西叫做應洗得洗 洗了錢的IOI是要回來 過去這麼多年 屌你老母的這個人 特區政府 使用的錢倒行逆施 投資下去的屌你老母 幾十年都不想到 回不回本的龐大的基建 包括這個屌你老母的 第三跑的這個擴充 加上這個混蛋 蓋了來也沒有能用的屌你老母的高鐵 還有你那條混蛋 跨境的這個港珠澳大橋 現在都沒有人走 每天實際的收益就是屌你老母 反而沒有人中的MIHKTV 訂閱的營業 都比你那些混蛋 這條起一條鬼橋出來 投資這些ROI 這一世都不想到 回不回本的龐大的基建 現在還說要搞這些什麼東西 明日大聚 屌你老美 今天的錢 屌你老母 2000年後都不想到回來 做一些的事情 立竿見影 你聽過沒有 short term的屌你老美 reward 你聽過沒有 short term的 impulsive stimuli 你聽過沒有 我扔些英文字給你 你那些傢俩 整天扮要找些什麼 顧問 我現在就扔些 屌你老母 7月14日 消街衣 殺溪錢 屌你那些傢俩 你那些傢俩 你那些傢俩 蠢鬼 這樣 立即要令香港 有些即時的 這些經濟的援助 救急市民 現在是屌你老母 等著 喝屌死的及時雨 幫人做 不只是大財團 包括其他小型的這些 香港經濟最主要的 包括那個屌你老母 不跟經濟個體 令人人有飯開 個個有功 屌你老母 對這個前途有憧憬 至為之是上策的 只要你靜然想著 撐著你那八千多億 幫阿爺看著 屌你老母的錢包 那些錢 是我們的香港人 辛辛苦苦找回來 屌你老母含生如虎 原本屌總理想著 我的錢來叫雞 阿俊想著屌你老母 買一部新的屌你老母的鏡頭 小花想著去買牛仔褲 全一部都不敢用 去交稅給這個特區政府 希望你們做好這個有為的政策出來 幫助我們的市民 無論在未來裏面 給我們一個屌你老母的回報 又或者當我們在水深火熱之中 及時這樣 就屌你老母的幫助我們的香港人 看來這個願望 或者我們對這個政府 應該要有盡的義務 肯定的就是做不想到 好了 劏房波 圍繞回以前香港的經濟衰退的時期 我給你看一下 屌你溫故滋身一下 香港在我屌你老母 出來做事 或者我自己搞生意的時期 經歷過兩個很難大的 經濟的收縮期 包括2003年 亦都是多人得謝你們中共 多人得謝你們中國 聖我們的沙士 跟著去到2008年 2009年 大圍的金融的風暴 當時都是有兩個姓曾 這個屌你老母的 全家產的財政師 一個叫煲胎曾 一個叫胡蘇曾 你不肯認識就可以 打個電話問一下他們 究竟在危難裏面 經濟衰退的時候 怎樣救香港 當然經濟 當然會有 Depression 衰退之時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讓人沒有了希望 現在看回當時的情況 當時的2008年 2003年 這個經濟衰退期 兩個阿曾都是 覺得經濟衰退並不可怕 而是可以盡快 令到經濟恢復 現在在這個時刻的香港 我們面臨的處境 是更加比當時 2003年和2008年的時期 更加嚴峻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起碼當時 美國人和中國的關係 不是那麼細節 美國人沒有那麼多制裁的事情 中國政府和美國人沒有對著幹 當時的特區政府 還可以跟 你什麼美國人 還可以跟 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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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現在 中國武漢肺炎 不知道 還可以玩到我們什麼時候 似乎 你什麼 你不怕死 只要有保護率 只有50%的科興疫苗 或者等待 遲些Beyond Tech的疫苗來到 再加上 阿斯利康的疫苗 起碼都要玩到今年的年底 換句話說 疫情真正正 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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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樂觀地 希望它退卻 起碼都要玩到2022年 好了 現在這個世界的經濟情況 不管是只有香港 亞大區 或者是大中華 全世界都跪欠 還有 你什麼 奶臭 每個人都大 欠欠 全面經濟復甦 會有什麼時候 我也不等 想想 什麼時候 才能見到青天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剛才所說的所有事情,短期怎樣去保住經濟的活力,怎樣鼓勵香港人消費,教導香港人不必失望,現在政府會幫助你們,又或者輔助大企業,令他們不會出現這些大型的裁員潮,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在很多不同的媒體裏面,知道劏房波可能明天會說的,其中一個希望幫助香港人解困的措施是什麼? 竟然就是在裁仔的中介? 他們幫助香港市民,如果拿不到綜援,扶你這個街,他們做百分之八的擔保,介紹一些市民,問銀行借錢,最高還可以拿到白皮東西 跟著五年之內還錢,每年就是你拿到一利息,如果在五年內還錢,這些利息還退回給你 最高還可以拿到白皮,劏房波,你知不知道一家四口,交租糧食,小孩子上學,書保費,交通費,水電煤,激烤的東西 白皮東西,捱不肯捱到三個月,都是一個很大的質問 還不肯是個個都可以借到白皮東西 我又很想請問,白皮東西借了之後我沒有錢還錢 即是政府就要把我們的稅金,把這些借錢不能還的人 就將它還給了這個銀行 那是不是換句話說是利益輸送? 白白就捱不肯,送白皮東西給這些捱不肯的銀行體系呢? 好了,我亦都很想請問,到時你是不是全部中介去借錢給那些銀行 全部分是建設銀行啊,中國工商銀行啊,中國銀行啊,匪國銀行啊, etc. etc. 所有的糟糕,沒有什麼東西 花旗銀行啊,HSBC,渣打,匯豐,是沒有份呢? 那我覺得,麻煩你答一答我這個問題 你不要想讓我批死你,是一個利益輸送的這個行為 好了,你不要還錢給銀行,政府幫你代資 跟著政府又要向這些人拿回錢 那怎樣去拿回錢呢? 找誰去收數呢? 是不是找黑警上門的林紅油和大鐵鐵鎖鎖鑽住的鐵閘 不想讓人出,用這種的條理,大二孔的手法去追回這個錢呢? 我真的不想明白,借錢總要還,別給錢中介 原來政府就做了中介 搞得我們借還是不借,還得好才好借 那在這樣的情況,大家都看不見未來有曙光,又怎樣去借錢呢? 現在我每一天都收納到很多銀行,告訴我,要問我借錢 問我屌你,問我用不需要用錢 還可以借錢有我的月薪,屌你老婆十倍這麼多借給你 換句話說,假設屌你老婆找五皮到十皮一個月 起碼五、六十萬,八十萬,可以借給我應急 但是老婆的當然會量入為出 不僅僅自己對著行頭,對著經濟,都安莫大於心死的時候 還借這麼多錢,賠添自己的壓力和負擔 還不夠就含了橡皮糖 所以這個政府,不能幫人之餘,還推了市民去落地獄 全部都推他們落這個心淵 令他們背了整條債 我都不知道這個劏房波究竟是屌你老婆 如果你明天真的公佈這件事 你又不能派錢,派錢就派到屎屎屎屎屎 明天推了出來,你老婆,我猜就真是屌你老婆 用十塊衛生巾,三條底褲 屌你老婆,你再拿棉袋包著下體 都不想得你死 屌屌,哪有這麼狠狠 做屌你老婆,做特首,不做這個財政師 做得這麼狠狠 我真是叫你老婆見到你是第一個 好了,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看看你以前前兩任的財政師 曾俊華也好 以及煲胎曾也好 都有機會去屌你老公 任頂這個特首寶座 你老婆臭氣 如果明天加了一份樓灘出來 否則你是想著劈炮,不想到 在林鄭月娥任期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 不能見到人,從此就退出政壇 又或者你想著就繼續去賣汽車的保險 再不想著就經營劏房 又或者拿著你的BNO移民海外 否則你的心還有野心 吊決戰江湖,問頂做特首 你明天這一份財政預算案 其實就很考牌 以及看你的狠狠 吊你做人有什麼狠狠的方向性 否則你下半身都是屌屌 從此你退出政壇 真是吊你老婆臭 賣責任保險好多 我希望能夠達到四十萬的目標 支持我們二零二一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IHK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以及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售到匯豐銀行 恆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IHKTV